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难道说这是一起黑到恩怨吗 整起案件警方追下去 追到了凶手 就是37岁的陈福祥 在道上有人称他是 大稻成的头号杀手 身高180 他枪不离身 而且在13年前 也曾经策划截囚案 虽然截囚逃脱成功了 不过最后还是被当时的 刑大大队长邱峰光给逮到 陈福祥竟然在假释不到一年的时间 又犯下了双失命案 当时台北市警察局的局长 也是邱峰光 他就誓言要把陈福祥守道醒来 人来人往西门町 这一天就在额眉停车场六楼 这个6069号车位 停在这里的黑色轿车 被拉起封锁线 停车的管理员发现现场有血迹 以为是有车上有人受伤 通报要救护 结果一来发现到我们有两个死者 就躺在车子后座 光天化日之下 亮明年轻男子被揭开枪打死 尸体还被堆叠 在汽车后座 两个身上的弹孔 目前根据把医师的判断结果 应该是一个是中 两枪一个是中死枪 嫌犯近距离开枪 没有丝毫犹豫 枪枪命中要害 两位死者都有中一枪在头部 那都是一个致命伤 车外面有血迹 车内面的血迹是滴下来的血迹 是应该外面打的 因为弹头点是在外面 所以我们研判还是枪击点是在外面 现场有两个弹孔 那有六颗的弹壳 嫌犯直接就在停车场里开枪杀人 还连开了六枪 这行刑式的枪决 让工友停车场 瞬间变成血性杀戮的现场 车上两位吃的都会男性 男性 那他们都是应该是 中部的人到台北来 两个年轻人成了枪下的亡魂 这堆叠在汽车后座的两条命 要控诉这什么害人的真相 强奸两名死者的家属 从台中连夜北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晓得 那之前跟你讲话 是来台北做什么的 不是讲话 他说要来玩 因为他来台北他根本不熟 他们两三个人来 他们都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却得承受最沉痛的打击 这两名死者分别是21岁 人生才刚要起步的年轻人 而另外一个 就是跟着妻儿 要再次迎接新生命的幸福爸爸 出这种事情的话 我只能说凶手太狠的 到底是谁这么狠心 一口气为了两个家庭 嫌犯离开的时候 是从河眉停车场下来 锁定歹徒的逃亡方向 警方沿线 调远监视器 直接就搭计程车离开 在接水车附近走快车道 就搭计程车离开 而目击者也看到了 这名男子才一进电梯 竟然也不管 立头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嚣张地直接亲戚枪来 如果大家还看到监视器 应该是他有恃无恐 所以有恃无恐的状况 其实他是胸有成竹 整个事情都在掌握当中 嚣张 冷静 又大胆 这让警方研判 犯下枪击案的嫌犯 应该是个职业杀手 他根本就不怕 就等着你来抓我 挑衅 跟警察挑衅一下 再继续追下去 找到了一个关键的影像 这监视器清清楚楚地 拍下了嫌犯的脸 资深的刑警定睛一看 吓得一跳 怎么是他 他不是一年多前 才刚假释出狱的陈富翔吗 这个个头高大 下手凶狠地冷血杀手 13年前才因为通缉被抓 他竟然还跟同伙 林外合要策划结球 尽管少年队重重紧力借户 还是让他给丢了 嫌犯以及来这个协助他脱逃的 研判是有预谋 这一逃还逃了整整一个多月 让北市少年队的刑警 个个是灰头突裂 35天嘛 警察天天追嘛 当时候的北市刑警大队长邱风光 夏令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逮人 从车牌通话一一过滤 终于锁定了陈福翔的行踪 我也露了马小时 因为他跟那个刘姓的女孩子 露了线嘛 因为他的车牌跟他通话 这两方人马 最后却在红绿灯杆下 断定相接 在红绿灯的时候 燃下来的时候 他还来不及拔枪 已经被压制了 一群人就是都是便服穿着 然后四五台车就停在那边 然后看到很 十几人在 等于说在那边扭打 有的在地上这样 等于说在扭打就对了 那时候大队长 指挥者就是秋风风 经过了35天的追捕 终于把陈福翔给带回来关进大楼 而回顾陈福翔的杀手生涯 他最早是从坎顶 还有环南市场一带发击 那从小这个地方 这地方打混 看不定这边呢 又是刚好又是天道梦 不倒会的地盘 之前在他这边 他就靠打架闹事 保护这些老大 保护地盘为生 所以外传他是赌场的保镖 那以及说他是保镖 就是他在这边勾的啦 身高180公分的他 不只长相凶狠 个性也很充 在道上有很多种的 像他这种人就不适合当老大 另外一种比较沉稳一点的 可能比较会赚钱的 这种可能老大就会培养他 给他地盘 那他这种人既然个性 会比较冲动 容易跟人家起冲突 那黑道常常就需要这种人 冲锋陷阵 这样子的特质也让黑道大哥 一眼就看中他 他从小都可以培养说 是来开枪的跟人家起冲突 长久以来 虽然是老大很好用的枪手 要去干掉谁就找他 但是这种人养在身边也很危险 你随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发作啊 陈浮祥的个性性 尽度无常也很难捉摸 他要钓他就要跟你起冲 动不动他枪就要拿出来 动不动他就要翻桌子 而这条杀手的不归路 陈浮祥是一头载了进去 他应该就是个神经质的杀手 他永远不知道自己会有多大的危险 他永远在刀口上躺生活 他就是在这样子的生活 一直在过下去 因为劫囚案被关了十多个年头 当时才20出头的陈浮祥 在重见天日已经是37岁 没有想到在此出狱 却又犯下了西门町的丧失命案 而警方掩判 这一次陈浮祥犯案 应该是跟黑道间的毒品纠纷有关 台北台中两地的黑帮老大 约好了要见面 台北有钱 台中有货 这是一场400万的毒品交易 但陈浮祥打从一开始 就没有打算要饮货两气 于是他在交易的前一天 就设下了一场桃色鸿门宴 从那时候去立员酒店的时候 陈浮祥就在里面 从头到尾陈浮祥就在里面 陪着这两个杏菜的 美女相伴再加上酒店的催化 就是要让对方松懈心房 陈浮祥还热络地跟对方喝酒 但是心中确实早有盘算 确实是黑尺黑 而且是陈浮祥从头策划到尾 甚至还看着他们把他灌得醉醉的 把他们骗走 把他们带走 前一晚就寒而热 相隔不到24个小时 就在峨眉停车场右天设局 两个负责取户的小弟 想都没有想到 前一天还跟他们 成雄道地的陈浮祥 现在竟然拿着枪 抵住他们的脑门 最后扣下鸡击 杀了人还撕吞毒品 陈浮祥骗走脚头手上的400万元 前个毒品他通通都不放过 这已经是他的亡命生涯了 他前面已经有一次结球了 对他来讲 不过就是这样 这次如果可以标一个更大的 他没父 没母 没家 没亭 他如果做了这一票 只要他可以把他的家人照顾好 他愿意去做 曾经因为结球案 让北市警方灰头涂裂 没想到假释出来才短短的一年 又再度犯下了今天答案 他一定是亡命天涯 有今天没明天 如果警方碰到他 没有好好规划 没有趁他在意志最薄弱的时候 给他致命一击 恐怕到时候发生警匪枪战 一定会有死伤 因为这种人的个性就是 什么最大 不要命的最大 他连命都不要了 那还有什么让他害怕的 十几年前 陈浮祥曾经从警方的手中 跑过一次 但当时栽在了邱风光的手里 这一次命运的锁链 又把两人绑在一起 闲犯的经验提供给专案小组参考 目前进度非常的积极 我们有信心在短期内 会全力来侦破本案 人称邱霸子的邱风光 信誓旦旦要在最短时间之内 抓回陈浮祥 知道陈浮祥有毒瘾 警方就先从毒品下手 他也会闪避这些警方所有的想法 他也知道 他跟警方已经从十几岁 就跟警察斗来斗去了 熟知警方的查案方式 陈浮祥上一次逃了35天 那么这一次呢 陈浮祥案有进展了吗 是 有 但是专案小组在积极处理中 谢谢 有最新的状况 专案小组会跟大家抱抱 已经十多个年头 邱风光跟陈浮祥再次交手 一个是从刑警大队长 变成了警察局长 一个是从地方混混成了亡命之徒 陈浮祥躲得过吗 清晨6点40分 警方乘网路IP位置 陈浮祥就在这间桃园中阵路的操房里 一群攻坚 一进去 陈浮祥果真还在手水 警方立刻胜前向他压制 监控他上网的过程 我们在今天凌晨大概三点半左右 停止上网 那接下来我们才决定在6点40分左右 进行攻坚 背上毒品 黑吃黑的两条人命 亡命之徒 陈浮祥再怎么躲 还是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们来看这一位冷血至极的 十大枪级要犯 冷面杀手刘冠荣 从小家境不太好 是靠着水果摊为生 但是常常被流氓欺负 甚至家里的水果摊 还几度被砸垫 没想到他竟然以暴制暴 走上的是黑道不归路 还深背了物条人命 刘焕荣他的作风非常凶狠 当时在道上与伯友名气 是那个时候竹联邦的头号杀手 他连续枪杀了几个角头老大 不过入狱之后 他受到了宗教洗礼 竟然活出了另外一段人生 他开始作画默默行善 最后补法之前 他高举双手留下这个 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 面对死亡 他高举双手 刘焕荣身背五条人命 下一秒 他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他大哥都敢杀 天生的这种我们杀手的个性 非常非常的明晴 残酷 冷血 是竹联邦的头号杀手 当年的那个年代里面就是说 你要杀了大哥 你才能够在帮派里面串起 他有一次要杀一个大哥 他竟然可以跟踪着 杀明杀你 槍人 我看到啪 这种就把对方给杀了 老大说什么 刘焕荣照单全收 要他杀谁 使命必达 跟踪 然后呢 所以就吃货 然后还谈笑声说 迅速的吓死 完全不会说 我要害人 你的孩子 不 从此外号叫做 两面杀手也就是这样的 从这天开始 刘焕荣成为竹联邦信赖的兄弟 他的父亲也在这个时候过世 少了长辈的束缚 刘焕荣变本加厉 更加充残 为了意气 良乐插刀 他在所不惜 他的好朋友游果林 在这个杨伯峰的赌场里面 然后有输了几百万 那也还了一部分 那还剩下一部分钱没有还 只是一个小数目 游果林就来跟他哭诉说 说因为欠了这个老大的赌债 所以被追杀 那所以他就为了好朋友出面 朋友被追债 刘焕荣怎么可能做事不管 内心早有盘碎 要如何替他出一口气 那时候刚好是黑道出病 那黑道有些什么 家里面的长辈出病的时候 那各路的英雄好汉 都会送晚联 他还会帮忙去送行 所以场面绅士是非常的壮大 在这个办完喪事的时候 马上会请大家吃一顿饭 那刘焕荣也在现场吃 可是他吃了一半的时候 他就看到他的目标杨伯峰 他就看到他的 所以他就跑到外面去 埋伏在场外 他早就锁定杨伯峰的方位 瞄准目标快很准 等到这个黑道大哥出来的时候 他就马上就开了几枪 这样的场合 刘焕荣也敢射杀杨伯峰 结果那个黑道大哥 是先中了一枪 手背中了一枪 然后就往后跑 离开之后他想说 杨伯峰到底死了没有 他就居然已经跑掉了 然后又回头去 然后众目睽睽之下 又补了好几枪 后来这个杨伯峰就是 身中五枪死亡 众目睽睽之下开枪 手段凶残 而且入境从容 因为他在这种 这个黑道云集的场合 然后非常充容不惑的 又返回去 補了两枪的这种行动 让这些黑道兄弟觉得说 他真的是太冷酷 太充容了 前前后后 他干掉了三个黑道大哥 开始无人不吃 无人不笑 戴伯峰通通杀掉 从此他就有这个竹联邦 最冷酷的杀手的这种称号 那也因为这个案子 开始成为十大枪级 要办的攻击的第一名 在江湖地位 水涨船高之时 刘焕柔开始怀疑 自己遭到兄弟出卖 导火线是因为 他新买了一个千里码 然后游国林就向他借了 这个千里码 等到游国林开了这个千里码 说要还他的时候 并没有直接开来还他 而是说我把车子停在 某某谁谁谁家的门口那边 然后你们自己去开 他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这个 他不直接开来呢 正当觉得纳闷 环顾四周刹那街 就发现那个地方有很多疑似 刑警埋伏 好像他杀了人之后 常常被警察跟进去 那知道他行中的 就只有游国林 所以他认为很可能就是 游国林然后把他这个出卖了 为了游国林赴汤到火 竟然换来如此对待 这口气他怎么咽得下去 于是设下一场鸿门宴 借了一次机会 然后找游国林出来 然后又请他吃饭 请他喝酒 还帮他找这个女人 因为游国林比较喜欢外国女生 要帮他找到所谓的金毛 酒肝而热之际 游国林浑然不觉 这是他最后的晚餐 此时劈的手段 将游国林又献出来是 不一样 撞他的双手砍断了 下水之客 然后把他压到山上去 砍断双手一次一枪 将他击毙 然后进行尾巴 就是让人家觉得 不含而立在地方 就是你刘宛龙基本上 在杀执行这个所谓大哥的指令 去杀其他人的时候 下手非常长 但他当他发现 背后有人出漫他的手 下手依然很高 此刻的他 身上背着四条人命 民国七十三年的疫情专案 台湾首次大规模塑清黑道 竹联邦的同好杀手 也逃亡菲律宾 当时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被一青少黑的一些 台湾的角头兄弟 帮派分子 很多人就聚在菲律宾 那菲律宾去的时候 无所謂的 就犯下了一件 惨劫人寰的一个 陳南光灭門邪案 一家九口 有七人通通被杀害 刘宛柔也牵扯其中 這個案子呢 其實牵涉得非常之廣 到底是不是 劉萬榮一人所为 或者是劉萬榮 到底有沒有真正殺人 很多說法不一 但是這個劉萬榮 犯下這個案子的時候 很多人坐嘛 菲律宾也帶不下去了 就逃到日本去了 跟著幾個大哥跑到日本去了 從台灣到菲律賓 再逃亡到日本 就像注定好的 不管逃到哪裡 劉萬榮最終得為自己的行為 付出代價 在日本因為販毒的案子 被警方 被到這個日本的警方警視庭 賣安非湯抓到 從日本 那麼經由這樣的一個國際警察 這樣的一個條例 把他押解回來台灣 被逃解回台的劉萬榮 知道他逃不掉 哪兒也去不了 這時的他什麼都忍了 然後劉萬榮後來也坦誠不和 他認為說 希 我犯了這麼多案 殺了這麼多人 其他的四五條的命 大概都是黑道中人 有黑道的恩怨 江湖恩怨無法避免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神兇鬥魂的日子徹底結束 撇開江湖恩怨 退下冷酷的外衣 神兇法師呢 江湖在進行輔導 發現說這個小孩就不錯 有點像有沒有 他看到古華宴 甚至去打劫黑道的賭場 等一下還有古華宴 然後發現這裡哪裡需要救助 他還會自己自掏腰包 那甚至於在監獄被關的時候 默默在工廠裡面做的東西 默默無無事去捐款 除了默默行善 劉煥榮開始拿起畫筆 也許是為了洗滌罪惡 開始靈體 寫毛筆 開始去畫畫 劉煥榮畫的一些畫 尤其是畫這個鍾葵跟關公 是非常有名的 尤其他那個關公 有孕育 正義的女孩這樣子 是一般人是沒辦法去摸女的 劉煥榮她其實是個眷村子弟 她的這個父親是軍人 所以她從小其實嚮往當軍人 會踏上這條路 其實也是逼不得已 出生在鹿光八村 父母擺攤賣水果 卻常遭到流氓找麻煩 妳在擺 太多了 妳來填寶部位 所以她瘦瘦瘦小小的 就開始怎麼樣 國中的時候就開始加入了黑幫 叫做北屯炎黃幫 其實這個應該講是小梅花幫 那一個地方小小的地方 小梅花幫 梅花嘛 代表空洞 小梅花幫 開始是我們講所謂的 建村小弟的自己的結盟 在賭場為事 打傷一名心筋腿部 從此進了監牢 初一之後 想好好做人 勵志當軍職 卻被列為拒絕往外部 當兵的時候 她想要去當軍人 但因為她有前科 有殺人 不行 因為一代人有了前科之後 好像就被烙印一樣 所以她就沒有回頭的機會 四處碰壁 劉煥榮只好再次踏上江湖不歸路 為了生存 打打殺殺 最後落網 心中純白的那一塊 才再次浮現 她曾經說過 黑道沒有英雄 真正的英雄在警戒 在健康幼稚園火燒車的時候 然後去救這些小朋友的 林靜娟老師 這才是真正的英雄 人管的勇 所以我們這種 就是闖瘦漏口是小勇 像那個林什麼捐那個呂老師 我聽說死了 他是抱著他們一起死的 對不對 這才是大勇 嚴謙他是沒有被犯死刑 因為他所犯的案子裡面 五件裡面呢 大概五個人之門 大概有一個 就是除了是陳南光 在菲律賓那個所謂的滅門血案 是無辜的 一般的民眾之外 其他大概都是黑道的兄弟 所以當時也有很多人 給他求情 希望能夠免除死刑 只有判無期徒刑 其實劉慧榮在監獄裡面 大概是有七年的時候 生生死死 有時候被判死刑 有時候又無期徒刑 所以生生死死 讓他飽受煎熬 同時他也非常的後悔 但劉慧榮知道 這些都是他過去無惡不作 應該付出的代價 但事實上劉慧榮自己認為 他罪有應的 面對法官宣佈他死刑的時候 他竟然一起跟先向法官道謝 那麼甚至於提出了他 對不起社會 對不起國家 那麼到最後 他要執行這個執法的過程當中 他還怎麼樣 這個髒髒的還有冷氣 喝高粱 喝脾氣 然後完全不退了 當時我們在執行槍解釋 我們那時候 老的可憲乾淨水 對面那一個大老 就可以看得到 晚上要執行槍解釋 他完全沒有退了 看過這麼多的事情 那種團 槍解 很多人都已經軟趴趴 只有劉慧榮 面對我的技術還進 然後 封關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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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手過去每一幕 劉慧榮充滿愧疚還有懊悔 我對不起國家 最近他還將他的這樣的器官 當行沒有什麼的器官移植 他竟然間證出來 我們國家 封關嘴 封關嘴 有... 我回想他這一生的過往 後來他就跟禁藥法師說 也希望禁藥法師能夠幫助他 能夠協助他 讓他把他自身的這種遭遇 他的這個經驗 能夠傳承給青少年 使得青少年不要不如他的後塵 儘管身心悔改 卻難以抹滅 身被五條人命的罪行 這一刻槍聲響起 結束他的罪孽一聲 過高平心 殺人無罪 是什麼樣猖狂的語氣 誰敢說起這樣的話呢 二十多年前 人稱屏東地下皇帝的 鄭太極 這句話他說的 今天 接下來的這段畫面 我們就帶你看看 當年這個黑道議長鄭太極 他荒謬有罪惡的一生 事情要從當年鄭太極 才一位一清專案 接受管訊來說起 關鍵的黑牢 越關越大尾 出來之後 居然在黑幫老大的資助之下 連續兩届選上了屏東姓 當時在屏東 地方記者各大媒體 都不敢報導 關於鄭太極的負面性 就怕螢火上升 是在怕什麼呢 別忘了 他真正實實的是 屏東的土皇帝 我們就來講一個例子 他多麼的心狠手辣 殺人不扎眼 就連自己的拜託兄弟 都不放過 只要得罪了他 居然照樣扣下半擊 在人家的父母的面前 你看這個心多恐 那麼後來我們看到 再罪惡的一生 終究要面臨大陸 才步上了刑場的一刻 牽下他的整個死亡 執行力的就是 當年的法務部長陳定南 他也創下了 中華民國地方自治史上 地方議長因為殺人 步上刑場 結束罪惡一生的首例 他只能講過一句話 過高平息以後 我是太人沒罪 我三人沒罪 蕭章是人命如草芥 到底是誰如此狂妄 這個名字 是不能出現在報紙上的 一旦出現在報紙上 你明天會怎麼出來 你都不知道 不能說出口的三個字 連媒體要報導 都得戰戰兢兢 記者出於保障國 旁邊有警車在跟 然後還有幾個報紙 跟電視台記者 是穿防彈衣來採訪 因為不知道你什麼時候 被開槍 還有記者被追殺 警察天天家門口站崗 就怕出了意外 我雖然在平衡跑路 我還拜託了當時 我的轄區的人 請他幫忙在我家 這個地方設了一個 所以我那時候 看到說我家 有一個 有兩個人裝進去 帶著一個廠商 跟他去我家 保護 保護我的家 就因為他 指著屏東在民國80年代 遠遠承諾黑道的故鄉 那時候已經被 那屏東已經被人家 形容以前 黑水盤的氣息 就是 黑道的故鄉嘛 黑道治國嘛 整個屏東就是黑道的 沒有記者 沒有媒體 新聞自由 沒有警察 沒有檢察官 只有一個人就是正太極 就是他 當初的屏東縣議長的正太極 他天不怕 地不怕 就只是為了賭場糾紛 連耳食玩伴 都可以開槍射殺 我跟你在弄弄一隻小狗 你知道意思嗎 弄一聲的就把他打死 警察怕他 媒體也怕他 連檢察官這正太極 都不放在眼裡 這個黑道議長 普通之下 究竟有誰治得了他 民國70年代 黑道橫行 為了肅清黑道勢力 政府施行疫情專案 把大圍的流氓 通通抓到綠島管訓 當時只是夜市小混混的 正副行 也因為涉及的殺人案 被抓得進去 沒想到幾年出來 鄭太極沒有改過 反而有了新的體認 疫情被抓的人 只有一個了解 因為出來 就有機會要參賽 與其混淚道 擔心被抓 倒不如考白選議員 不但不用被警察追著跑 還掌握了警察 習慣預算的深殺霸權 就這樣鄭太極選上的議員 短短兩年 持得屏東縣議會的議長 就如同蔡石淵的觀察 鄭太極當上的議長 只要有人不順他的意 立刻拳頭伺候 最出名就是那兩個 民進黨議員的故事 那兩個在開會 就是不聽這個鄭太極 鄭太極火大就休息 休息五分鐘十分鐘 那兩位議員到議長辦公室來 談一下 說是要到辦公室談事情 還要兩個人輪流進去 該一陣子夾出來了 這第一位議員出來 他衣服還不整 還在那裡 那只想那些 以議員就問說 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議員呢 不談 不是走樣 那以議員呢 就直接走進去 立黨辦公室 進去裡面才知道 也被走了 對 我還記得那個先議員是代議員 結果下來的時候 就直接拖掉 還掛了賽斯 不是菜絲鏡片 掛賽斯 也會打敵 不只在議會裡 私設行堂毆打議員 當初到屏東支援的 資深媒體人劉俊耀 還親眼目睹了鄭太極 在議會的殿堂上面的 離譜行徑 在議會的殿堂上面 他可以坐在上面 然後開會的時候 我們就拿起 然後咧 就在民視 可以 就這麼的 對 這是 因為政治的 完全沒有政治的地方 暴力制憲 推到制憲的名號 不進而走 他不怕警察 不怕議員 連媒體他也都看在眼裡 當初民眾日報屏東分析 就是寫了有關屏東縣 找貴責人的負面消息 隔天就出事了 當初民眾日報 寫了一些 對鄭太極不利的事情 鄭太極那邊 派了一些人 去打民眾日報 他在一跳小梯 把整件東西的 免疫機啊 包括什麼 全部給他漏炸 亂就說 男的 那個男子 一直拿那個狗片 把你 從你的頭 打你的腦 那女孩子 就打巴掌 賤人就打 賤人就砸 而畫面中 這名挺著大肚子的女記者 當時也被關進廁所裡 受到了不少驚嚇 差一點連腹中的胎兒都不爆 鄭太極 還為了一篇 引測她是黑道的報道 直接在媒體殘序上 大動肝火 鄭太極 才講的 每兩句話 酒被拿起來 就有那個鏡頭就 我就砸下去 你吃誰的喝誰的 你車子開誰的 你玩誰的 你哥寫那種東西 什麼意思 你如果再寫我 你小孩住裡面哪裡 你家住哪裡 你都進去 你就 等著 看 我只能講過一句話 過高平息以後 我是太人沒做 我善靈沒做 當時鄭太極的20萬伴 鍾元峰 就是因為賭場的事情 跟鄭太極有了不愉快 結果交惹死去上門 鍾元峰本來是鄭太極的恩人 他是他的恩人 因為鄭太極從監獄裡面 關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他根本沒有什麼錢 是鍾元峰拿錢支助他 讓他們去太平衡 所以他肚長 開始賺了不少錢之後 然後越來越大 鄭太極帶著一大群人 到他鍾元峰的家裡去散賬 民國83年12月13號 清晨5點多 急促的門寧聲 吵醒了鍾元峰家人 他說 我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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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元峰的老母親 看著門外的鄭太極 心想怎麼聽這個海綿亮 也帶著七八個人 找上門 原本還想要打發鄭太極走 但晚了一步 鍾元峰 我兒子有接到人 說有話的時候 我就來 我叫人不說 快點收人到兄弟 帶起來要在這裡泡茶 我以前不知道說 不知道說他開門 我都不要開門了 鍾元峰還以為鄭太極是要來找他聊天 完全不知道自己大獲零頭 穿著同一條褲子長大的好兄弟 還曾經自助他開賭場 但是在這一刻 鄭太極什麼都不管了 鄭太極拿著槍抵住兒子的頭 當媽的嚇壞了 一心想著要怎麼救救兒子 鄭太極不管鍾元峰母親的愛情 就在他母親的面前 把鍾元峰打掉 開槍 然後其他的也拿槍出來也不要開槍 總用十幾槍把鍾元峰當成打死 親眼目睹兒子被打死 他無能為力 卻沒想到這鎮太極竟然還不罷首 然後鄭太極轉過來一看 鍾元峰的母親在那 爬在地上 要爬回去房子 又開槍 對著鍾元峰的母親開槍 沒有殺到 然後鍾元峰的母親又跑進去 周媽媽怎麼也想不到 鄭太極取走了兒子的性命 還連他都想殺 他急著報警 案子卻遲遲沒有進展 有一份報紙 內文的記者報導全部沒有鄭太極 但是他把我那個書面質詢的稿子 拍了一張照片 放在報紙上面 那書面質詢上面有我的稿 上面有寫鄭太極 很好 也就是說這記者要報導 但是不敢報導 這點名震撼政壇 彷彿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當時跟鄭太極有好個政壇人士 害怕跟殺人命案沾上邊 紛紛劃清了界限 不論生死就是要抓鄭太極 這個屏東皇帝聽到消息逃出城 卻在往花蓮的路上 被刑事局給半路攔截 這個鄭太極落網了 但是他完全不知悔改 那有放了一句話 啊 你後悔 當時沒有人 他媽媽把他打死 那我媽媽打死了 他媽媽打死 就沒有人敢做證 民國83年 最高法院判處鄭太極 以死刑定焉 民國89年8月2號 鄭太極在高雄第二監獄 槍決夫法 他在刑場非常平靜 最後一餐他也沒有吃 只抽一根煙 檢察官問他 最後有什麼疑言的時候 他說我對不起親人 我對不起被害人 我對不起社會 台灣大事 五湯半會幾 各位好 我是俊項 我是雨昕 台灣大事長期以來 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 不可思議的奇人奇事 邀請你加入我們的 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 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 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 社會案件囉 台灣大事長期 您的家就只有 我們最值得鼓勵 跟支持 啊 五湯半會幾 趕快動手 加入我們的會員吧